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等会儿要来谈谈下一波的补选 我们光来介绍这件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阿关好 大家好 财源专家 赖先生 憲哥 阿关好 大家好 以及高雄市议员林于凯 大家好 大家好 等会儿来谈谈台电 今天是实力踢爆的 也要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你们选苏了 是很伤心 你有伤心的 看起来不像有伤心的样子 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主任纽泽勋 北市议员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尚义夫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政治道头条带您来关心的是 六股选第一波的结果已经揭晓了 陈思宇得票没有破万 这是代表柯文哲的光环吞色了吗 我对不起大家 2018年新竹现场选举 五党籍徐新盈 即便有柯文哲力挺依旧落败 也柯文哲自己地盘 帮五党籍前市议员徐世讯站台 有柯文哲站台加持依旧落选 就连这次立委补选 柯家军陈思宇 以及挂着柯文哲合照的邱鱼山 分居三四名 柯文哲被说光环暗淡 攻顶2020一大挫折 我的pattern里 从来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有相同的pattern 就模式 问过很多人 问过很多政治学的老师 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学者分析主要是柯文哲直打空战 缺乏基层组织做支撑 柯文哲的态度也是说 他平常对于跟他一间不同的人 他就当作你们都是病人 反正我一定是对的 韩国瑜很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他真的是跟那些分配农民 那个运销系统是在一起的 接地气结合地方组织 韩国瑜登高一湖 有基层力挺 对比柯文哲 魅力全来自柯文哲一人 没有地方组织奥元 网路声量转嫁不容易 加上力挺的徐新颖 民国党分道扬镳 友好的妙天 信众与柯文哲调性差异 要扭转困境 主党恐怕是柯文哲思考选项 如果连民进党这种老牌的政党 都不能够外与这样的一个组织 必须要没有办法马上创造 而必须要接受既有的架构 那柯P很明显的 他也必须走不出这个宿命 短期要主党 对柯文哲来说 除非挖角时代力量与收边亲民党 否则缺乏志同道合 又不能趁机挖蓝绿墙角 跟着了新政党要组成 困难度颇高 陈思雨那也算得这么促 陈思雨很简单 就是他的光环是不能转移的 只有本职没有分身 我们平常心说柯P有没有用力 有 很用力 柯P很用力 柯妈妈也很用力 是 他不是宋七里 他只有本职没有分身 很抱歉 你要讲柯P 是 来分析一下 对对对 你能不能讲热一点的东西 宋七里最近蛮热的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影片 对 那点几百 点几率很高 上百万信徒 今天白色力量的选举 他自己有效 别人都无效 你看李契远得一万三 那个那个 我们那个徐晋英的弟弟 这个还落选 就是 就是很难 就是很难 很难转移嘛 这第一 就你会发现柯P其实 即便 很多人说这次是因为补选啦 所以白色力量的年气票跟空气票 没有出来投 那即便是在2018那么热的选举 也没办法转移 更何况这次这么冷的选 是 年轻人不投 那即使有些人愿意 老的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 勉强 那最后被 被那个何志伟一直叫一直叫 说他不会当选 陈思雨 就绿白做气宝 说绝对不要让陈比辅国民党得逞 一直叫一直叫在士林跟大同 那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次气宝有作效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次是不是跟得票率有关 因为这次的投票率很低 柯文哲 应该说跟投票率有关 柯文哲拿了9万多票 好 这是来 我们来讲2018 2018他们这次是选士林大同区的 是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士林大同区 柯文哲在士林大同区 总共拿了 有9万票吗 有 6万3 加3万1 9万4 拿了9万4 得票率大概是40几%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姚文哲 好吧 绿营的 55 加1万6 那就7万多 7万1 7万1 所以其实这是绿营票仓 是 因为以士林大同的得票情况 他被他气保了 还有7万多 还有7万多算是高的 因为他总票很低 来5595954加16896 7万多总共平均是20几% 对 那时候 22%左右 2018的得票率 好 那从这个数字上看到什么端倪呢 看到端倪这个 跟这次来比的话 来 来看这个 这投票率是六成多 这次只有三成 这次好低 非常低 补选都很低 是 这一次是 他是 这个阿伯是得到四成三 对 在六成五 六成六的投票水准 那这次只有三成 陈思宇得11.99 12% 超低 那12% 一没有来投票 二投给了何志伟 因为他的票 跟我们陈平虎没什么关系 他们的同叠性比较高 他们绿白是非常 混合在一起的票 因为他老爸本来也是绿的 剪不断理还乱 好来 所以何志伟呢 拿了47% 47% 那这个39% 47% 比起姚文志的二几% 当然就差很大了 显然是弃保了他 显然是他的跑到他这边 我们陈平虎 比起来是比丁守宗强 好我们来看一下丁守宗 看六中的票 我们再回来看丁守宗 来看一下丁定 丁守宗得33% 为什么要笑 丁守宗是不是得33% 丁守宗29 和36 33 33 5万5加2万 是 那你看陈平虎 是不是得39 那39强还是33强 6%是很不容易的票 拜托 50步笑百步 不是不是 差不多 这个区是非常绿的区 是全台比是对国民党最难选的区 我知道当然大同是很绿 难得有13个里 是四领的是拨给了北 但是人家分裂 天母那个很难 留下都绿的留在四领 四领又加更绿的大同 叫国民党怎么选 陈平虎是因为大同有票 所以他都拿了6% 陈平虎 比丁丁 选举6%很重要 好 但是人家分裂 你们才选这样 也不是选得很好 我们的天花板就是四死 就是四死 我们本来早就想好了 所以这一次台中是赢的 省智慧是赢的 而且大赢 对 那在台北国民党是输的 所以今天我看到卓龙太讲 卓龙太说其实 看得出来绿营已经看到谷底慢慢在回温了 没有那么惨了 其实绿的惨跟国民党完全无关 绿这么惨 国民党也没有比上一届多拿一票 因为以前蔡英文的选举的时候 20到35岁 2016 他大概拿了80几% 80%左右 年轻人 因为这些年轻人通通投给了柯文哲 他引狼入室嘛 那个猪头民俗长叫洪耀福 怎么可以把柯文哲引进来 在所有年轻人的票 都投给了柯文哲 20到39 你同意吧 好 然后呢 50岁以上国民党是强项吧 从组织到中老年人 那民进党还剩什么 自然就没有票啦 这是很清楚的状况 可是50岁以上的票 绿跟蓝 几乎没有一票是重叠的 我们这次选得比较好 可是我们的票还是比上次低哦 像我这个选区中正万华 上次开了八万 上次够烂的吧 很难选 这是七万五 本来还是有八万的 因为5000个老人家要尿尿 站不住了 因为那个空头 上面都跑掉了 这就是国民党跑掉的票 所以整个大事 叫城归城 土归土 蓝归蓝 绿归绿 蓝归蓝 绿归绿 可是白色要不要参选是关键 我认为柯壁会参选 一定会参选 从哪些迹象看得出来 柯壁会参选 我们先来听柯壁党人怎么说 头还是蛮大的 他说我这个pattern 是史上都没有过的 这个pattern呢 连政治学家都没办法解读 我的现象 知识度你知道 以前过了五年 那个pattern还是没有 从来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有相同的pattern 就模式的 就是那种 在年轻人知识度很高 那我过了45岁就开始下降 这一种 可是我想很久 我到家到家 我问过很多人 问过很多政治学的老师 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治上一五七 没有人比我更聪明 赵佩英啊 他一定会选 1994年三个人 黄大洲 赵老康跟陈水扁 那是不是难以分裂 他选就要主党 不主党怎么选总统 主党他就结束了 柴米油园将驻查 秘书长找谁 各地的主委找谁 谁内讧上头条 这是他的弱项 他要打形而上的 这是他的弱项 他要打形而上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 是种在土里面的蔬菜 它是水跟蔬菜 白色的 好处是干净 坏处是没有养分 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 做不擅长的事 党会一塌糊涂 你这是在选总统 是 总统 他只要主党 陷在党的困境里 这次 陈思玉的条件 那你觉得要联署 不会很难吗 联署就看他的通路 所以他街头要 联署 要过好几关 要先联署 而且联署要连160万 你不能低于宋楚瑜 那你党要靠哪一个党 主党你要靠 这次主党也没有5% 要靠时代力量 还是要靠亲民党 那变得很小 会不会靠妙天党比较快 妙天党 人比较多 那可能民进党会派出 宋七力跟他尬一下 来来来讲3月16号 3月16号 我倒觉得3月16号比较好看 3月16号 因为有质量改 又有余天 榕树下 会不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会比较热闹 因为 谢龙天 好玩嘛 对好玩嘛 然后余天 歌手嘛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一场选战会不会 这四个立委很精彩 退3600嘛 退3600 我觉得这场选战 我觉得大家的说法要 问号 等一下问号 三重真的民进党比较强吗 不是吗 一直都是这样啊 这次只赢金来表演 对不起 你错了 好了来分析一下 三重有16个里 是分到了跟卢州一样 现在的林淑芬选区 对 如果扣掉这16个里 那16个里本来在三重 现在已经分到卢州去了 原本单一选区 它本来就是划到了卢州 跟卢州一起 所以三重不是完整的 它16个里划过去 我们扣掉16个里 2018年市长选举 扣掉16个里 侯友宜是赢苏贞昌的 加了16个里是苏贞昌 赢侯友宜 那16个里是很绿的里 16个里划过去以后 如果我们不算那16个里的票 算2018市长选举 扣掉那16个里是 侯友宜赢苏贞昌 如果加这16个里是 苏贞昌侯友宜 那偏偏16个里是 划到林淑芬那边去的 所以你说 大家都说 三重绿银绿银绿银 真的一定是绿银吗 我问号 我问号 但那问题又来了 一样的问题 我们刚刚有谈到 柯P的公环 没有办法转嫁给陈思雨 同样的侯友宜的公环 有办法转嫁给郑世伟吗 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都在说 蓝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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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重比较单纯 没有什么 像柯文哲里面的陈思雨 跑出来第三咖 类似可以抗衡 并没有 所以你回归到蓝绿来看 但是你回到蓝绿来看的选举 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 市长的盘 那市长的盘并不是 刚刚三重立委选区 并不是 那个民进党是赢过国民党 那你觉得余天个人的魅力 既然有这种 余天个人的魅力 余天的知名度比较高 我只能这样说 他多唱几首 卢斌一哥 荣树小春九票 你没听烦吗 那可以唱 他还是主委 他选过立委 他到处去辅选 你还没听烦吗 换首歌啊 要说我就听烦 真的吗 所以我说 这里面真的一定是像 民进党说的 一定像民进党所说的 这市集里面保二嘛 一定好像保二抢个二 难道这二真的保得住 我是问号 因为你从2018年看 跟2014年 2014年的时候 那我们先看2014好了 2014年朱立伦跟游锡坤 选市长嘛 是 打得如火如荼 只差两万票 什么两万票 你要知道当时朱立伦 对 当时朱立伦在三重 是下了很多的资源 是很努力想要把三重拉近 结果呢 结果依然大输 所以朱立伦在三重是大输的 在2014 那你不能只看2018 当年民进党六个议员 六个议员 在三重区选了六个议员 有五个是全新北市排名 得票前十名 2014年 那我有一个朋友 讲一个有趣的观点 让你参观一下 他当然是商议的观点 但蛮有趣的阿伯的观点 他说余天有机会赢了 我说有什么 因为他跟蔡英文赶过去 因为为什么 这次2018民进党学那么惨 是因为讨厌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执政不利 但是余天跟他拍过桌子 跟他适度的切割 蔡英文比较不会拖累到他 拍过桌子 那苏贞昌还跟蔡英文结怨呢 还丢过公文贾呢 还炒过呢 好 来讲张话 来讲张话 这个湘野传说 对啊 好了 湘野 所以你说这样的话 蔡英文跟苏贞昌的恩怨 党内谁不知道 民进党内谁不知道 那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被拖累 对啊 好 来讲张话 张话 张话 其实大家都说张话 那是王惠美留下来的选区 都说是国民党强 但是国民党提的是谁 柯成坊 柯成坊当过副县长 谁的副县长 卓博元 那你下去张话就知道 只要卓博元 卓博元 人也不都很好 问题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吗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 柯成坊是卓博元的人 那只要是卓博元的人 其实大家的努力程度 就会削弱 就是地方派系动员的程度 就会削弱 那他是跟谁 他是跟谁竞争初选 他是跟阮后爵 阮后爵是和美的镇长 是和美镇镇长 他叔叔还是他什么 叫做阮刚蒙 大家就应该知道 阮刚蒙 阮刚蒙 那其实阮后爵一直在 阮后爵一直想要选立委 那如果让这个柯成坊拿去了 那你认为阮后爵 下一次还有多大的机会 地方知名度谁比较高 地方知名度差不多 你要在那个选区 实际上是差不多 一个当过副县长 一个现任和美镇镇长 那那个选区就是 鹿港和美两大镇 那民进党提的黄震燕是 刚现任的鹿港镇镇长 就是接王惠美的陆港镇镇长 然后呢 阮后爵是和美镇的镇长 那柯成坊呢 一定赢吗 那看王惠美在他的选区 使多大的力 能不能把一些人和的问题 处理得好 我觉得 所以我说这两个选区 好像我们当然好让在台北 想当然而 彰化就一定国民党 三重就一定民进党吗 我是问号连连 那你预测呢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到预测 预测这段商量会被剪出来 在选后 结果揭露之后 我觉得这两边 我们就来看看那一生有资 怎么不资 我觉得很难预测 你看你不敢赌了 你看三重吧 你扣掉16个里 谁赢谁 你加16个里 赢不到1000票 你扣16个里 输的也不多 所以这个选区好玩在 大家差不多 那 势均力敌 彰化呢 是王惠美的选区 那现任县长 那黄振晏又是陆港的镇长 刚下来 他在陆港也强 会硬碰硬 我觉得这是硬碰硬 这一场仗也是硬碰硬 很难说 那金门呢 大家很少讨论金门吧 不用讨论金门 金门也很好玩 我想知道谢龙界 不要我要去谢龙界 我觉得 谢龙界这一个选区 麻豆 主力是在麻豆 其实你看市长选举 黄伟哲虽然跟过去比得票率 其实得票数都比以前差很多 比赖清德那是没得比 但是麻豆他是大赢的 麻豆他是大赢的 那麻豆现在是郭国文选 其实大家看到 大家比较熟悉郭国文是劳动部次长 其实他当过议员 其实他三十几岁就当台南县党部主委 他起口才很好 对 他三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台南县党部主委了 其实他在台南县 大家看到的大概就是议长 所以这场是主委对决 前主委跟现任主委的对决 郭国文当过两次主委 那谢龙界是现任主委 但是郭国文口才不错 但是谢龙界呢 大家看到他就兴奋了 就说他的台语讲完大家都会 每次来这边的时候 大家听他台语也好玩 时尚最强春菇你不要忘记 然后我们好帮手 韩国瑜也会去帮他忙 还有一个陈小瑜 其实陈小瑜退党 其实陈小瑜其实不是看陈小瑜 其实是看他妈妈 他妈妈今年是落选 选议员是落选 但是他们家在忙豆上面 他妈是谁吗共节的 叫郭什么我记得忘 难怪你不讲名字 郭什么我记得忘了 他妈妈也是老议员 他妈妈也是老议员 但是他妈妈这一次是重见落马 所以他分得到绿营的票吗 他妈妈是停扁派 他们家他妈妈 他爸爸都是很停扁的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郭秀珠 来小玉告诉你 到底能够拿多少票 其实才是关键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民进党 所以这场战争听起来像是 韩国瑜 赖清德 加谢龙健 加阿扁 这三个人对战那蛮精彩的 因为韩国瑜就是补选谢龙健 阿扁不能去补选 我知道但是勇哥可以发文一下 勇哥发文了 我觉得勇哥会不会发文 然后赖清德这个 郭国瑜是赖派这个很清楚 赖清德一定会去加上现任市长 黄韦哲一定服选 这黄韦哲的选区 黄韦哲如果选区输了 那也很丢脸 那韩国瑜过去会帮大 所以这个你也不敢预测吗 这一区你也不敢预测吗 这一区我觉得如无意外 应该郭国瑜还是会小民过关 我们那个史上最强春菇拿 那个陈思雨12%就够了 我们就会赢了 拿12% 他不叫陈思雨 他叫陈希雨 陈小渝 对陈小渝 我说他比例上拿陈思雨的12% 他拿陈思雨12% 我们陈思雨的机会就很大了 但是我有点怀疑 如果他可以拿12% 他妈妈没有理由落选 他比阿妈漂亮啊 他年轻漂亮啊 有年轻票啊 三重不敢预测 但是 三重我截略不敢预测 万一你会剪一剪 或播出来 张话不敢预测 但是他台南有预测 我们这段可以剪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高雄呢 当然 立委补选除了补选本身比较冷之外呢 大家都觉得焦点都不在候选人身上 焦点在扶选者身上 所以我们来谈谈高雄 韩国瑜又有新点子了 他说呢 要把吉祥物改成柴犬 这些引发热议 另外呢 他的观光大使代言人吴宗憲 好像有点反悔了呀 为什么呢 那个市长说要 我们没有钱可以请你 当那个观光大使给我钱 我说给我钱干嘛 高雄我来了 我给你们钱 高雄的朋友 有福了 你想到我公司上班吗 如果你想到我公司来上班 我现在高雄分公司要五百个人 两万八千块的起薪 好这是之前献哥的说法 多霸气啊 一方面答应他 另外一方面不要钱 还给五百个工作机会 不只给五百个工作机会 而且还是高薪哦 对年轻人刚毕业来讲 28K 那现在是有点松口 松动 应该是松动 为什么 今天好像有点吓到 我记得盛美姐在这个柜节目里面有讲说 为什么吴宗憲会愿意零元代言 天王 零元代言 他有爆料一个秘星 他说就是说 因为吴宗憲不是也知道在高雄巨蛋开唱吗 如果到时候是请了韩国瑜来合体合唱的话 这个比一支广告的这个价码还要高 那时候盛美姐是不是讲说 而且据说高雄市政府拍胸部保证票一定秒伤 对啊 因为大家就其实看宪哥也是一个卖点 但是韩国瑜唱歌更是一个卖点 不过今天传出 这个宪哥竟然惊爆说他反悔 他不要当代言了 为什么 大家就惊一跳啊 对不对 那今天大家就跑去问这个宪哥 那后来那个潘衡去 宪哥是没有讲为什么 那潘衡去就马上跳出来就说 哎呀 宪哥可能是误会了 因为他以为呢 就是每个月的代言人 像这一次二月份的代言人不是文倩姐吗 那文倩姐三天两夜都待在高雄嘛 非常非常称职的做代言 那你想想看 吴宗宪叫你昂 叫你请主持节目这么多 他一个礼拜如果三天两夜跟你在高雄 他节目还要不要录啊 他大约 就三天两夜都不行吗 对宪哥来讲 他基本上他每天的这个录影的节目 都在台北啊 他一个礼拜录影这么多 对不对 他三天两夜如果都跟你待在高雄 然后还要像这个文倩姐 从这个夜市啊一直带在 那他不是要去开演唱会吗 那演唱会前一天 演唱会后一天 待一下这样就两天啊 这样可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啊 因为他还要练歌嘛 对不对 开演唱会我们知道要准备很多啊 反正档期很满啊 对啦 他的意思是说他时间 所以因为时间瞧不开 他有一点担心 他没办法啊 今天拍个视频就有跳出来 就说啊没有啦 现歌误会 现歌误会 不是每个代言人哦 都要像文倩姐这样子 就是在那边这个 不是long stay啦 就在那边stay三天两夜 然后在那边做介绍 不用不用不用 他说现歌只要能够来 然后在这个巨蛋开唱 然后甚至跟韩市长合体合唱 他觉得这就是代言的 一种一种意象啦 这样也很好 也可以说代言人啊 所以他说他明天 要亲自的跟这个现歌呢 面对面 然后来做沟通 他说他现在还是没有讲说 没有收到这个吴中心 要推代言的这个意思啦 他说这是媒体讲的 可是吴中心今天 在他的节目上讲的嘛 他自己讲的啊 他自己讲的 可是潘恒迅说 他还没有收到现歌的通知 他也是跟大家一样 看新闻才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拍板定案 叫明天他们两个会面 才会知道结果 不过关键是效益啊 对啊效益 这个效益到底有没有出来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数字啦 不过还是请牛老师来谈一下 是 他们确实有非常多的idea 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idea的效益怎么样 今天有一个新的idea说 这个高雄本来代言人是一只可爱的熊吗 叫什么名字我王 高雄熊 叫做高雄熊 对 现在有可能会变成柴犬 其实我觉得 这样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未必有比较好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改变 原来的起乡物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票选的方式 其实是比较好的 但就是说呢 如果高雄熊要变成柴犬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有它一定程度的一个脉络 为什么有一定程度的脉络 就是说因为现今台湾的城市用熊来做代言 做吉祥物的 其实太多太多太多了 我们特别先打个插这个画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只就是柴犬是不是 对 没错 这就是它的咪鲁 这就是它的咪鲁 它的狗叫咪鲁 对 咪鲁 因为它的咪鲁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梗的 然后在网路上面声量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是不是因为它的狗就是柴犬 所以有可能要改变 有这样的一种逻辑 就是说因为咪鲁在选举过程中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红的 那它跟韩国瑜之间有相互拉抬的一种效果 那另外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台湾的城市里面来讲的话 用熊来做 太多了 吉祥物的太多了 台北是熊站 台北的熊站 观光局也有一个欧熊 对 高雄 观光局有个欧熊 对 欧熊 观光局的欧熊就不提台北的熊站 那高雄还有一个高雄熊 那另外我记得 还有一个县市它也是熊 所以你看熊太多了 多到我们都忘记是哪个县市 对 区格性你如果没有非常明显的话 那你这个高雄熊就会被淹没在 吉祥物的大海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改变你的吉祥物 变成一只可爱的柴犬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它的一个话题性还是会非常非常高 只是我们认为 吉祥物产业练也是OK 因为它有角色经济的一个逻辑 我看一下高雄 我真的不太清楚 高雄熊跟熊站的长相 不一样 我们再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你看 这一只是高雄熊 其实它很像日本的熊本熊 其实你看 就台北的熊站其实也 那台北的熊站是 台北的熊站是这个 它其实也有一点 follow日本的熊本熊 因为毕竟日本的熊本熊 是大概全世界吉祥物里面 最搞笑最有趣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啦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分不分的出来 我们来看这是台北的熊站 对熊站 南头啦 南头啦 南头是有一只叫库比熊 库比熊 然后高雄熊是长这样 对 然后隔壁还有一只 这边有一只这个欧熊 那是中央观光局的欧熊 那欧熊的知名度不及台北的熊站 因为熊站来讲的话 它有世大运的一个加持 意思也就是说 它吉祥物透过活动来经过加持 然后又有一个大神 柯文哲在照着熊站 那熊站跟柯文哲之间 又常常有一些有趣的互动 比如说柯文哲在市府里面走路 熊站躲在角落里面 突然会冲出来 这种突然冲出来 这样的一种枯手的操作 其实就有点像 日本熊本熊它相关的一些操作 这是熊站 对 比如说 熊站戴口罩耶 好可爱哦 熊站其实蛮有梗的熊 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吉祥物 吉祥物是什么 而是这个吉祥物呢 它创造了哪些梗 对 哪些可爱的梗 你怎么样赋予它生命 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最近 就是台南的鱼头军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到底知不知道 台南的鱼头军 对 我们都要看鱼头军 但是我们来看 你们知不知道苗栗的吉祥物是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 喵里喵 猫里喵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新竹是皮皮狮 你知道吗 我以为只有熊狮才是 来 桃园是阿桃园歌 我觉得没有很可爱 云林是 是 对 彰化是 吉祿花 台中是 十虎家族 十虎家族 还有点名 就是说因为这次的一个台中花博 蛮可爱的 十虎家族全员出动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影片 或者是人偶造型的等等 然后会在花博的现场跟民众做互动 所以它 吉祥物票选的时候还曾经超越过雄障 但是我说真的可不可爱是见仁见智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觉得可爱 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可爱 但最重要的是你能复予它生命力 因为每一个人觉得可爱的标准不一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像斐军刚刚讲赋予生命力的话 或者是行销操作 鱼头菌 鱼头菌非常非常厉害 鱼头菌它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成功操作 这也是鱼头菌 比如说你看它会跳舞 它很有趣 它就是一个鱼头 各位你看它就是一个鱼头 它是一个因为台南特产是丝木鱼嘛 那丝木鱼头它可以单独作为料理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非常有整的 别的鱼都不能做鱼头 丝木鱼头最大 感觉最有特色 别的鱼的鱼头很小单独做料理 丝木鱼头做为料理 它的背后是长这样啊 对对对 那个就是它的一个横切面嘛 横切面 所以它上日本的节目里面 它有去做一个行销操作 宣传台南的有趣的风土人情 或者是美食等等 你看它会跳这个舞就很可爱 它的人偶也有在路边跟日本民众做互动 那日本民众觉得就是说 又害怕但是又可爱 害怕就是说 你刚刚看到转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后面那个重切面 那个会害怕吗 感觉会有一点怕怕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 你看它那个后面 它那个后面白色那个是它的那个 鱼骨嘛 对应该是鱼骨头 鱼骨头跟鱼刺 鱼骨嘛 鱼骨跟鱼刺 所以你看鱼头军 台南这操作其实还蛮厉害 他在帮鱼头军去开了日文上号的推测 开了日文上号的推测 然后他有 所以他红到日本去了 他红到日本去 他在从日本红回台湾 它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操作 所以 嘉义是嘉义朗的 我补一句啊 免得陶原生气 陶原哥也是蛮可爱的 真的 都不可爱 都已经把人家送给别人了 你说不可爱啊 不是 你刚才有说 不是 我送给人家是因为 我们家玩偶太多了 好来 这个是 嘉义是什么 嘉义是嘉义郎 嘉义郎是什么 应该是一只老鹰的感觉 一只鹰吧 是吗 一只鹰的一种感觉 你不要讲错啊 网友会抗议啊 嘉义反正就是嘉义郎 不是 嘉义郎 也很可爱 嘉义就是嘉义郎 那边就说 这种吉祥物行销 它确实有利基 这个利基就是说 它有一个话题性 而且它很可爱的话 会让民众有 爱屋吉屋的感觉 喜欢这个吉祥物 就喜欢上这个城市 那但就说呢 现今吉祥物的一个操作 你也不要乱用 你要有特色 要有自己的特色 跟城市的一个特色 去做一定程度的连接 那吉祥物 也不要太过搞怪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吉祥物 搞怪的例子 是在日本的枝高线 它下面有一个虚骑室 它那个虚骑室的 这是它的吉祥物吗 它是一只水塔 叫做chicken 它不出来是水塔 叫做chicken 叫做chicken 它一天到晚都会搞怪 常常会跌倒 然后要不然就被弹珠绊倒 然后有时候呢 有很调皮 有时候会在路边 把车子都把它推翻掉 还有会爬上杆子去跳钢管舞 那所以呢 有一些家长 就会打电话 跟那个虚骑室政府讲 这有 把牌子拉大小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所以呢 他们就忍痛 把它停职了 啊 fire掉了 对fire掉 就让它退休了 让它停职了 所以各位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它锥子蛮坏的你看 蛮坏 你看它会打嘛 然后你打一通 所以它就被停职 它就退休了 还蛮有梗的 打着帽子都掉下来 你的宠物是什么 我的宠物啊 就是 你知不知道宠物对政治人物 不是只有对城市很重要 对政治人物的行销也很重要 你问我就问对人 因为陈其迈 他的小米 因为他的小米 突然之间他就爆红了 甚至有人说 我早知道你们家有一只小米 我就投票给你了 甚至有人说 如果小米早一点登场 这只是我的宠物啊 陈其迈说不定票会多很多 小米在直播的时候乱入 它是被人家遗弃的猫 甚至这样坏点我把它医好了 哇 很美耶 而且我养了一千只狗 在哪里 我是流量动物之家 但是你没有把 在供疗我们的保育场 那你没有把你的猫跟你一起直播 然后让他乱入 或者让他抓伤你 抓伤我 他是水踏吗 所以其实呢 其实吉祥物不止 可以帮助城市行销 宠物也可以帮政治人物行销 比如说你看 就以前来讲的话 阿扁就有永哥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说阿扁那时候 在官邸的时候 跟永哥在草皮上面 玩耍的一个情境 马英九有马小九 马小九 有蔡翔翔一只猫 我们先看一下马小九 马小九是什么狗 土狗 那个米克斯 米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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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只叫蔡翔翔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蔡翔翔 在12年的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阵营就借由了Q版的蔡翔翔 去跟小英 是不是就有一定程度的结合 那所以小英的形象 就会有一定软化的一种可能的一种空间 就是会让民众觉得比较温暖 很亲近 因为我跟你一样 而且你喜欢动物就觉得很有爱心 我也在养动物 我也在养猫 你也在养猫 所以我跟你的距离就缩短了 心境性就增加了 像我们刚刚讲的 韩国瑜它的秘鲁 它的柴犬 柴犬 陈其迈的秘鲁 陈其迈的小米 陈其迈的小米 韩国瑜都秘鲁 然后陈其迈的小米 一只小猫 一只柴犬 然后在直播 深夜直播的时候 都会跟他们的主人在一起做互动 即便是乱入都很可爱 我们来看一下小米也很可爱 小米乱入 小米不太理他 不太理他 自己在那边 小米是很有个性的 很有个性的 小米非常非常有个性 所以就会增加 政治人物的温度 对 温度 然后我跟你是同一国的 你在养猫 我也在养猫 你在养小狗 我也在养小狗 我也有宠物 我也可以借由宠物 去软化我自己本身的形象 那杨文志为什么失败呢 杨文志有猫啊 杨文志主要失败的逻辑 就是说 一般的民众 可能不太喜欢杨文志 那所以杨文志带猫 上镜头开记者会的话 人家爱猫的猫奴 会认为就是说 这可能是一种消费的一个操作 因为他好像被批评 他抱猫的姿势不太对 姿势不对 小米你会这样抱 你会这样抱吗 猫要这样抱 猫不能用手去吐他的肚子 猫整个 全身在你的手上面 他就舒服了 要让猫有最舒服的一种感觉 这是如果要民众觉得 杨文志平常也没有 都要抱他的猫咪 杨文志你抱猫咪的话 你一定要抱得非常非常自然 人家才会觉得 你是一个暖男嘛 所以一般的猫奴 才会对你就说 杨文志你也养猫 跟我一样 你是一个暖男的概念 我会投票给你 可是杨文志他没有发挥 这样的一种 所以他反行销了 对 本质上的一种效果 他手要整个手背 猫在你的身上 他才舒服 抱猫的姿势不对 在网路上面 就引起非常多猫奴的踏伐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政治人物 他有宠物 基本上可以帮他自己 做一个加分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里面是有非常大的一些 相关一些学问的 像最早以前 柯治海在造势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抗逆天王柯治海 流浪狗嘛 还有牛 马英九还我牛 马英九还我牛 马英九还我牛啊 就变成了一句经典名句嘛 柯治海以后就用 马英九还我牛 来不断的造势嘛 他还用过螃蟹 去凸显出政府的那种螃蟹 横得走那种感觉 横行怕到嘛 还带鸵鸟嘛 去奉饰政府鸵鸟心态 所以基本上很多12生肖 都被他用过啦 所以他是宠物始祖 他也蛮厉害的 去哪里弄来那么多动物 所以现在的政治人物 他们宠物的一些 行销操作的一个方式 基本上我觉得 都有柯治海的一种feel 好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比较笑意面啊 真正看得到 而且在立即可以立竿见影的 就是拿钱来投资嘛 拿钱投资最快了 马上就有工作机会嘛 海霸王在今天开口咯 说他们准备要投资 高雄80亿 不是一笔小数目 没有错 这次韩国瑜的一个招商 显然是相当的成功 因为在王军平的一个运作之下 有四百五十个企业家 直接到高雄去开会 那韩国瑜当初有讲完 你到人家在地的所谓 你哪有可能 人家说拜托你来投资 你说没有 没有 但是人家的情报也做得很好 他开会整两天 他就去拜风海霸王 海霸王说我要投资你八十亿 他说可以说吗 可以说 所以开会的时候就对外公布说 海霸王要在高雄投资八十亿 它就会引起抛砖引玉的效应 你就说你也投资 我也投资给一个太多 有时候是那个气氛 输人输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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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舅头马帝我要问一个问题 海霸王不是绿的吗 对 我们一般的印象不是绿的吗 其实他现在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 可能只有他知道 这个我很清楚 我跟他小老板很熟 真的吗 他们家是蓝的 你确定 可是他们家跟蔡英文家不是关系密 应该一开始是蓝 一开始是很蓝 因为他家那块海霸王的地 本来是一个 你说的是台北中山北路那块吗 那边是不是全部公有地 那块对不对 用家的地国防用地 那块变成三军军官俱乐部以前曾经 可是后来蒋介石送给他了 所以他原始是 那后来因为 后来因为跟那个他爸爸 跟蔡英文的爸爸也 你这样讲一下我就想到了 不当党产委员会追导 是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制 蔡杰森 蔡杰森 对那时候他就 后来他是因为 他是已经先拿到那块地 之后才跟蔡杰森合伙 所以他是希望能澄清 他们从头到尾都是蓝 那我问你 他们有没有合伙 还是仅仅只是租赁关系 他们是 是房东房客的关系 还是有股东 房东房客的关系 纯粹是房东房客的关系 是是是是这样 那谁是房东 房东 蔡杰森 那个蔡英文他们是房东嘛 对啊 他跟他租嘛 可是你不是说那块地 是奖金国给他的吗 还是奖介石 那个辗转中间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 所以转了转去转了转去 对 转到蔡英文家 对 是这样 然后变成蔡英文租给他们 最后租给他们 对 所以他们是一个房工房客的关系 是是 其实庄家跟这个蔡家 是两代的交情 因为庄荣德是称蔡杰森为师傅 他叫他师傅 是他带他出来 买土地贪很多钱 所以说他们现在有生意 就是公司正宗企业 这间公司四百万的资本领 这间公司持有什么 就持有目前中山北路那一块 那么大的一个海拔王的土地 那里面呢 庄荣德占百分之三十 其他的百分之七十 就蔡家 包括还有一个原来的地质 那他们是股东没关系 没错嘛 本来就是股东关系嘛 这不是只是房东房客 应是公家开公司啊 他的小股再补充一下啦 蔡杰森一开始也是懒的 因为那块地是蒋介石给他的嘛 我再讲一遍 然后 那后来为什么变绿的 那是后来蔡英文跟李登辉的 关系等等 所以整个年间 那现在不仅只是租赁关系 他们现在也有合资 我觉得那个海拔王是小股啦 那一栋里面的小股 百分之三十怎么回事小股 对啦 跟那个四百万没有关系啦 我告诉你 那是黄金地段耶 对对对 那三个汤耶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来讲 蓝蓝绿绿绿蓝蓝 搞不清楚 很难讲啦 坦白讲 现在包括很多民主 到底他是蓝的绿的 他是白的都不知道 其实和在一起很难 都已经和在一起了 那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总统大选 那时候就很多人就说 海拔王 哇 你是一个赚大陆的钱 然后回来台湾 你就说你是台独企业 哇 这个事情 说得到别人 中国大陆马上查税 对 他的成都 他的汕头 他的其他的地方 三个厂 马上因为标识不 标识不实 马上就罚 巨额的罚款 但是要找你的抗胖 怎么办法找到 那很简单的啦 如果大陆要查你 一定找得到抗胖 对 所以海拔王那时候 标识不实 海拔王那时候在旺报 旺报哦 不是在其他的报哦 登了这样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叫什么 所以旺报 等一下啊 旺报是登给对岸看 不是给我们看哦 是啊 因为平常谁家里有订旺 我知道了 但是一般民众没有订旺报嘛 对对对 好 海拔王均定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而且和平双赢的心智从来没有动摇过 所以他既然选在旺报登 很明显的 他就是要登给对岸看 对 他如果要登给台湾老百姓看 他会在苹果啦 自由忠实联合登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那一次的一个登报之后 也代表说他已经表明了 他的心智表态以后 其实现在已经到底是蓝的绿的 现在已经都 所以憲哥他们也不要追党产 因为他们党产 也是讲这个史给他的好不好 他们讲 我是后来后去就讲不断 讲不清楚这段历史 但是海拔王在大陆做得很大 大到大陆为了他还专修了一条铁路 对海拔王其实他目前来讲 称霸在大西部 尤其在成都这个地方 他投资了28亿 这28亿他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物流园区 这个园区里面因为要跟铁路连接 所以他直接有两条私有的铁路 这两条私有的铁路 3.5公里 投资了1.5亿的台币 那条铁路叫什么呢 叫做海拔王路 另外那一个站 叫海拔王站 对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 他已经所有对私人的铁路 已经完全不再核准 所以他是我们所有台商里面 在中国大陆唯一的 有两条私人铁路的企业 有路名是不得了的事 对 那你知道 我们的路名是什么路 中正路 中山路 对 我们是这种路名 是 人家是海拔王路 所以他真的有够霸气了 对不对 是 那这个铁路 它一年的一个运 运补的一个货物有多少 有500 这个500个 500节的车厢 也就平均每一天 有17节的车厢 这17节的车厢 从东北来的大豆 从山东来的沼子 从其他来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集中在 他这个物流中心里面 所以人家说 他是四川的大股仓 大粮仓 所以他在那边 一年就是可以做 165亿台币的一个生意 所以其实他做得很好 而那个园区里面 有3000家的一个门市 3000家的店铺 全部都满租 光是一年的租金 就可以赚5亿的新台币 所以海拔王 现在在中国大陆做得很好 你看海拔王在台湾 都累海拔王 现在去那边 他已经不卖火锅了 他卖火锅料 跟所有的海产 他光是一年 那个所谓的一个蛋脚 虾脚 他光是那个脚皮 一年就用了多少 用了1万吨的一个鱼浆 所以你就知道他赚多少钱 所以他现在在中国大陆 真的怕漏风 而且物流来讲 对他来讲是最好赚的 他每年光是这样的 这样当时 只要赚5亿进去 就只要赚5亿了 你就知道海拔王现在在中国大陆 尤其在成都那个地方 真的是化水的減党 说实在 如果连数字都有 应该是真的吧 是真的 因为大部分的企业家都说 好好好 没问题我来自己投资 我来这也都没说索兵 是 他连金额都讲出来 他说我要投资80亿 显然呢 进行可能已经评估过了 对 所以应该来说 所以应该是真的 而且他这次称高雄是 未来要崛起的南部巨人 所以因为他是未来会崛起的南部巨人 他不想是讲韩国瑜还是高雄 对不对 因为巨人可以用各方面的解读嘛 那如果是未来 韩国瑜是南部巨人 高雄也是南部巨人的话 我投资80亿算多多好而已 这保住的 可能一台 两台 三台都吃得对了 所以说80亿这个是真的 那对韩国瑜来讲 真好啊 你创造十个人的工作机会 我给你握握手 一百个人机会 我给你抱抱 一千个人机会 那我就给你亲你脸下 亲你一下 一万个人机会 我就以身相许了 被害人在北部 他叫南部的车手来 他被害人在南部 他叫北部的车手去 我用假证件的车手去 一旦有风吹吵到 警察来 我就说 这个是你不要来租的啊 租任车里面呢 我还会装 你想黑之黑 我都会比你早已不知道 那对韩国瑜来讲 真好啊 你创造十个人的 那个工作机会 我给你握握手 一百个人机会 我给你抱抱 一千个人机会 那我就给你亲你脸下 亲一下 一万个人机会 我就以身相许